后来人包则是要来关心台中的荣总嘉义分院 爆出了A型流感两波群聚感染 第一波8号通报17号已经结案 但13号又接户通报了第二波疫情 目前8名患者还有10名工作人员接受服药治疗 只要在23号以前没有新增个案就可以解除管制 进出医院人人戴紧口罩就怕被传染 台中荣总嘉义分院爆出A型流感两波的群聚感染 嘉义市卫生局7月8号接获通报 荣总嘉义分院有13名病患感染A型流感 其中5名是院内病患4名是护理人员 院方紧急隔离后疫情获得控制 没想到13号又爆发第二波感染 目前有8位病患10位工作人员服药治疗 16号到现在没有再传出有人员感染 23号前只要没有再新增个案就可以解除管制 院方警察发现可能是实习生患实习场所 而引发了第二波的流感疫情群聚 医生表示A型流感一般典型症状 有发烧 咳嗽 肌肉无力等情形 但这次罹患A流的患者 因为没有这些典型症状而忽略及时就医治疗 为什么这一次会扩散得这么快 我觉得是因为你不容易发现它是流感 你以为是感冒 可是你却没有想到它的传染力这么快 所以等你发现的时候周遭的人都群聚了 卫生局已派员前往稽查 并请院方加强消毒环境频率 有症状的病患隔离集中照顾 进出病房医护人员也依规定 穿上隔离衣 戴口罩和手套 全面防止疫情扩散 接着蔡崇如嘉宜报道